这两个英文字是什么意思 台湾有人把它翻译成叫做休学年 在中国大陆字翻译成叫做间隔年 其实更白话一点就是让学生放空一年 意思就是在进入下个学程 尤其是指高中生在升大学之前 不要那么紧接的 可以去做一年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充实自己然后再进到大学的校园 为什么跟您谈这个gap year呢 因为最近它成为了一个很时髦的名词 美国白宫在最近证实 第一千金也就是欧巴巴的长女Malaya 已经得到了哈佛大学的入学许可 当然以她的身份不难想象应该能得到 不过比较特别的是 白宫宣布她准备要明年才入学 而不是今年 而这一年他们希望再利用这个gap year 来作为她的充实 其实gap year这个事情在美国 已经早有组织性的机构来帮助学生 而她的起源在英国从66年代就开始 他们主要的用意就是希望学生好好利用这一年的时间 来充实准备 当然他们觉得在经过一年之后 很多学生在大学校园的表现 使他们对于学术的研究会更专注 他们的性格也更稳定 换言之 这种所谓的休学年或者是空档放空年 对于学生的教育工作是有很大的帮助 但真的是这么好吗 难道我们鼓励所有的学生也都去休学一年吗 以美国来讲目前大概只有160座的高等院校 是同意以这种方式替学生来保留学籍 但是你要交交很多的一些证明的方式 知道你在这一年去做了些什么 台湾当然也有人决定这一年可以去打工游学整种 不管怎么样 这种新的选择方式 或者是年轻人自己来做一点新的人生规划 倒是很多家长跟专家所建议的 如果可以放空一年 你想要做什么 在加拿大攀爬冰封的洞穴 在雪地上看日落 探索极地的不同生态 还是像这个八星16岁女孩 到秘鲁的乡下社区当志工 现在我帮他们为今天准备饭吃饭 我感觉我没想到现在可以做这么多 现在我感觉我是一个人 我只是不想离开 当然年轻力壮的少年郎也不放参与极限挑战赢队 锻炼自己的意志力 最多的时间你从自宅游战 最多的时间你从自宅游战 那是从自宅游战 Gabier空档年也叫金泽年 越来越流行 美国总统欧巴马的大女儿玛丽亚 最近就决定延迟一年 2017年才到哈佛大学就读 要拥有属于自己的空档年 我会很厉害她 但是她很预备 玛丽亚这一年要做什么 白宫并没有对外界透露 波马丽亚并非第一位进行Gabier 的青少年名人 2000年英国威廉王子在高中毕业后 前往智利待了10个月 基本上 我想要做一些建筑的 比较多的工作 无论是劈柴 丁木头 还是粉刷房屋 威廉都幽模有样 我们要开始玩一个游戏 游戏游戏 威廉自己筹错旅费 参加NGO志工活动 还当起英文小老师 和小朋友一起玩游戏 与大祸一起是大祸份 在人生的空档年 威廉不当王子 是普通的平凡人 至于威廉的弟弟哈利 在就读皇家军校前 也用了一年的时间 四处体验人生 到澳洲昆山农场 进行三个月的 Walking Holiday 度假打工 在盛世38度的酷热天气下 负责看管牛羊 接着到非洲雷索托 跟随母亲代妃的慈善脚铺 担任艾滋房制移工 和当地小朋友打成一片 清少年时期喜欢喝酒闹事 哈利来到赖索托 逐渐摆脱了夜店王子形象 从1967年开始 英国Project Chars新任计划 就招募青少年在英国境内 或是伊佐比亚当志工 1973年年轻的澳洲兽医 葛莱汉透纳收购了伦敦双城巴士 推出从伦敦到加德满都等 多样化的青年低价旅游 也促成了欧洲青少年 当背包客旅游的风潮 发展到今天 盖比亚已经不限于青少年 这并不是这个故事的 伦敦双城巴士的伦敦双城巴士 是一部分的 两个生命 在一刻 与伦敦双城巴士的伦敦双城巴士 与伦敦双城巴士的伦敦双城巴士 双城巴士的伦敦双城巴士 与伦敦双城巴士的伦敦双城巴士 经过盖比亚的学生 成绩普遍比较伦敦双城巴士 此外盖比亚也常给外界 得花大钱的刻板印象 代办公司开出的费用 从3万美元到1万6千美元都有 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孤单 目前美国部分大学 针对经济弱势学生 开始提供Gabier的补助 毕竟年轻人追寻自我 探索世界的女生 也不应该是有钱有钱的专利